秦国到了秦宪公掌权时期 为了扭转秦国的雷若之势 开始重视变法 之后秦国崛起的势头便一发不可收拾 到秦孝公即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 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行动 秦国强势崛起 到秦桧文王时期 秦国击败了强卫 收河西上军之地 魏国自此开始走向衰落 之后东出寒谷关 南宫巴蜀天府之地 北上夺取义渠二十五城 秦桧文王银寺在位二十七年 一举奠定了秦国的强国地位 他自称秦王 成为秦国的第一位君王 在这个时候 赵国的国君是大名鼎鼎的赵武林王 赵武林王胡胡其设 在军事上实行一系列的改革 并且把赵国的势力 向西部的黄河核桃一带扩张 此时的赵国正处在一个上升期 南面的楚国在这个时候由楚怀王掌权 在他统治的前期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曾经任用屈原进行变法 虽然半途而废 变法失败 但是这并不影响楚怀王前期的强势 这个时候 楚国如果想蹂躏一下魏国 再夺几座城池 还是非常轻松的 同时期东部大国齐国 则由齐宣王掌权 其实在齐宣王在位的这二十年间 政绩频频 但他在掌权期间 招揽天下贤士大千余人 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无论如何 齐国是一个东部大国 并未出现衰落 一直在文部发展 此时此刻 华夏大地形成了东西南北四强并存的局面 由于秦国崛起的势头过于猛烈 这让山东各国感到非常不安 合纵与连横的外交活动开始频繁起来 纵横之术在国际上非常吃得开 公元前318年 山东各国合纵成功 楚怀王担任五国联盟盟主 之后魏赵韩燕楚 五国联军大举攻打秦国 楚军在山巫一线与秦军交战 夺取了巫义登地 义渠也乘机发兵 在秦国北部击败了秦军 魏赵韩三国 则兵出韩谷关与秦军交战 但是作战不力 反被秦军击败 由于魏国在这次大战中 受到的损失最大 魏国因此向盟主楚怀王建议 和秦国讲和 作为盟主的楚怀王有点为难 合纵大业 五国伐秦刚刚取得一点成效 难道就因为魏国想要退缩 就这样放弃了吗 这时 楚国大臣杜贺向楚怀王进言 他说 魏国军队在五国伐秦的大战中 身先士足 兵力损失了一半 魏国想与秦国和谈 如果大王你反对的话 魏国很可能会站到秦国七国那边了 到时候 楚国如果得不到三进的支持 又没能与七国秦国建立良好的邦交关系 同时东面的越国这个后方的大麻烦还没解决 楚国这不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吗 楚怀王认为很有道理 就接受了魏国的建议 同意与秦国讲和 于是五国纷纷退兵 五国伐秦宣告失败 魏楚两国在表面上已经和秦国握索言和 但是 韩赵似乎并不鸟秦国 紧接着在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317年 秦惠文王派遣大将出力级 东出韩国关攻打韩国 在休于斩杀秦军将士2000人 并在着泽击击败了韩军 俘虏了韩国将领身差 韩军无法抵挡出力级的猛烈攻势 韩国告急 韩宣惠王准备倒向秦国 韩国国相公众使向韩王敬言 他说秦楚这个时候虽然莫所言和了 但是关系并不牢固 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 用一座城池贿赂秦国 并与秦国一同南下攻打楚国 这样秦国肯定会同意的 如此一来 韩国仅仅以损失一座城的代价 不仅可以让出力级退兵 解决当下兵临臣下的危机 还可以随同秦国南下攻占一点楚国的城池 可谓是一师两德之计策 韩宣惠王拍手成庙 估计有人会觉得 韩王将本国的危机转嫁给楚国 多数有点不地道 但是不必在意 战国时代就是这样 就在六年前 楚国曾经借着护送魏国公子回国的机会 派遣大军攻入魏国 在相邻大破魏国军队 一举夺取了魏国的八座城池 其实楚国的这次很不地道的行动 也是在报之前的仇 回到楚线上 韩国准备与秦国霸兵沿河 联合攻守的消息 传到楚怀王的耳朵里 楚怀王大怒 他听从谋事沉沉的建议 赶紧派遣使者前往韩国 对韩王说 楚国愿意出兵救韩 大军已经上路了 其实这并不是真的 楚国压根就没有发兵 而韩宣慧王相信了楚国使者带来的消息 打消了与秦国和谈的念头 紧接着韩国太子与赵国公子 率领韩赵联军抵御秦军 然而楚军并没有赶来 韩赵联军一败涂地 被处理机斩杀八万 处理机以辉煌的战绩 将合纵联盟击得粉碎 彻底解决了 这次五国合纵攻勤的危机 就在中部各国一片混乱之际 齐宣王在公元前314年 趁着燕国内乱 发兵攻打燕国 只用了50天就攻占了燕国的都城 几乎灭亡了燕国这个万圣大国 齐国如此强悍 华夏威之震动 楚国在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313年 顺势与齐国结盟 之后齐楚强强联合 共同攻打秦国 齐楚联军威逼韩国关 将关前重镇驱卧给占领了 并且齐楚联军在商务之地 也接连挫败秦军 年迈的秦桧威王银四 骄傲头烂额 他经过多次奴隶 依然没能破坏齐楚之间的联盟 齐国是一个很强的队友 楚怀王非常重视与齐国的结盟 齐楚联盟一天不破 秦国就一天处在危机之中 秦桧威王银四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放了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将由张仪来实施 公元前313年 张仪出使楚国 他说秦国想攻打齐国 奈何你俩是盟友 只要楚国肯断绝与齐国的盟约 方便秦国来攻打齐国 那么秦国就会把600里商务之地 直接割让给楚国 楚怀王大喜国王 不顾沉沉的劝阻 答应了张仪的条件 楚国与齐国断交之后 楚怀王在公元前312年年初 向秦国索要商务之地 结果张仪声称 当初答应给楚国的是6里地 哪里是600里 你幻听了吧 楚怀王意识到自己被骗 准备大举攻打秦国 陈诚反对佣兵 他建议顺势与秦国一合 然后一同攻打齐国 然而楚怀王已经恼羞成怒 根本就听不进去 楚怀王立刻发兵 大举攻打秦国 结果在丹阳之战中 被秦军斩杀8万人 同时汉水中游的600里地 也被秦军攻占 尽管遭遇失败 楚怀王并没有气馁 他再次召集全国的部队 进攻秦国 这次楚军一路高歌猛进 势如破竹 攻破五关 一直打到蓝天 距离秦国的都城咸阳 只有不到150里 就在这关键时刻 韩卫联军从背后袭击楚国 就连越国 也要在楚国这个老仇家的背上 捅上几刀 不过越国并没有直接发兵 而是带着300条船 500万支箭 以及犀牛角象牙等物资 支援卫军作战 楚国后方出现了危机 被迫退兵 丹阳蓝天之战 让楚国援起大伤 从此开始急剧衰落 楚国失去了大片的土地 楚怀王一直念念不忘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 楚国所有的战略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秦国把吃进去的 楚国土地给吐出来 楚国因此变得毫无原则 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反复横跳 这对楚国的国家信誉造成巨大损伤 齐秦等各个诸侯国都憋了一肚子的气 终于公元前301年 齐秦魏寒四国联合起来攻打楚国 垂沙之战爆发 此战楚国遭遇惨败 又丧失了大片的领土 之后不久 秦国以惠盟之名 将楚怀王扣住在秦国 最终克死他乡 楚国逐渐步入魏寒的后尘 沦为一个衰败的国家 原本四强并存的局面 剩下秦齐兆三国 秦惠文王寅寺去世之后 秦武王仅仅在位四年 就因为举顶报死 紧接着秦国又迎来了一位 既长寿又能干的君王 这便是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迎记在公元前306年继位 在位时间长达56年 同时期的齐国 也迎来了一位极为强悍的君王 这就是齐敏王田地 他为了报复楚国背心弃义 刚刚上任就联合各国发动了吹杀之战 大败楚军 后来在寒谷关之战中 又大败秦国 齐敏王连续十多年四处征战 功臣八战 齐国逐渐强大起来 以至于秦昭襄王迎记 想要自立为帝 唯独担心齐敏王反对 于是就遵奉齐敏王为东帝 秦昭襄王迎记自立为西帝 后来齐兆魏三国 为了争夺宋国的土地 爆发了激烈大战 齐国一举击败了赵魏 吞并了富饶的宋国 同时又迫使赵国割地 齐国的实力暴增 已经与秦国不相上下了 此时此刻 在天下诸侯中 秦国齐国处在第一梯队 赵国处在第二梯队 楚魏寒燕处在第三梯队 齐国在连续十五年的征战中 四处复敌 虽然军事强悍 但是外交没有做好 赵魏寒楚燕都与齐国交捂 齐国被孤立了 公元前284年 燕国大将越义 促成了赵魏寒楚燕 五国结盟 赵惠文王亲自把相国大印 授给越义 于是越义指挥着五国联军 攻打齐国 一举攻破了齐国七十二城 齐敏王辗转逃亡到鲁国 鲁国的国军也不愿意收留他 于是齐敏王又跑到 齐国五都之一的举 之后不久 齐敏王再次出逃 被楚国的将领闹齿击杀 至此 强齐几乎亡国 尽管后来田丹复国 但是 那个曾经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强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此时此刻 天下强国 只剩下秦朝两国 那么接下来 他们俩会发生点什么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